大家好,我是素颜,出镜的钟小姐 我觉得我应该是全网反应最快的一个录视频 刚刚六点钟的时候 BBC和Sky News都发布了这个重磅的官宣 就是他们都发了一段凯特王妃本人 出来说话,就是发表声明的一个视频 说实话,虽然只有几分钟我看了觉得挺难过的 有点让我觉得想哭 就是凯特王妃自己说她确诊了患了癌症 所以她现在正在接受癌症治疗 她讲的其实蛮平淡的 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很憔悴的女人 你知道吗,就是我真的觉得她真的太不容易了 她跟威廉从2003年认识到现在 2024年,过了整整的20年 这20年她真的过得非常的艰辛 虽然她现在是王妃 但是她这20年是怎么过来的 受了多少的苦,忍了多少的气 她自己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现在就直接上她自己说的那个视频吧 然后还有我要补充一点的是什么呢 然后在她自己本人官宣了她正在接受癌症治疗以后 她没有说具体是什么癌症啊 但是肯定是还是腹部,跟腹部有关的嘛 在她自己公开发表这个声明之后呢 那个BBC又发了一条新闻说 现在威廉也就出来说了 说她之所以当时提前45分钟 突然取消去她那个教父希腊国王的那个追悼会 你取消不去呢 就是因为当时 就是凯特王妃被确诊癌症的消息刚刚爆出来 所以她就不顾一切的肯定就回家去看她的妻子了 所以当时我 我当时猜过有两种可能性嘛 一个就是除非是凯特王妃重病要死了 我当时以为她是比如说要进ICU了 就生最后一口气了 所以她要赶回去 还有一个可能我就是说 可能是因为这个军情六处之类的 发现就是她如果去参加这个追悼会的话 会有生命危险 比如说有人要暗杀她 那只有这两种可能 她才会缺席这个她教父的追悼会嘛 那今天现在这个谜底就彻底揭开了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谜底揭开以后 我就觉得过去这两个月 全世界吃瓜群众对凯特王妃的这种 无休止的这种猜疑啊 各种爆料什么的 我真的觉得真的就是 那真的你作为一个病人来讲 真的这一切都太残忍了 你知道吗 因为就算是凯特王妃她得了癌症 她可以 这是她的隐私权 她真的没有必要公主于天下 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她得了癌症的 我其实非常可以理解她的这种心情 没有任何一个病人会愿意公开自己 得了癌症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每一个参与的这些 尤其是编那些 简直是 叫什么离谱的那些 比如说说她什么被小三捅了呀 然后又说夏洛特也死了 就没完没了的编这些谣言 就是为了曝光率 就是为了点击率吗 anyway我觉得就是 现在看来就是 全世界的人民都欠凯特王妃一个道歉 就是你们对她实在是 这种网报实在是太残忍了 真的太残忍了 我们一起希望这个 老天保佑她 真的 她太年轻了 你知道吗 我看她那个视频 我真的觉得很难过 不说了 直接上她的视频 大家自己看 我愿意拿起来 这个机会 来说谢谢 你自己 为了所有的 wonderful messages 的支持 和你的解释 并且为了解释 我所得到的 病毒 它是很厉害的 几个个月 为了整个家庭 但我曾经有了 很棒的医院 为了解释 我非常感谢 为了解释 在 January 我受决了 abdominal surgery in London and at the time it was thought that my condition was non-cancerous the surgery was successful however tests after the operation found cancer had been present my medical team therefore advised that I should undergo a course of preventative chemotherapy and I'm now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at treatment this of course came as a huge shock and William and I have been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process and manage as you can imagine this has taken time it has taken me time to recover from major surgery in order to start my treatment but most importantly it has taken us time to explain everything to george charlotte and louie in a way that's appropriate for them and to reassure them that i'm going to be okay as i've said to them i am well and getting stronger every day by focusing on the things 在我的心,身體,身體,身體 在我的心,身體,身體 在我的身邊是一種很高的溝通 和信息的信息 也就是愛,愛,愛,愛 並且感受到很多人 我們希望你解釋得很高的 我們希望你解釋 我們現在需要時間,空間 和平時我完成我的治療 我的工作一直帶著我深刻的情緒 and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back when I'm able but for now I must focus on making a full recovery at this time I'm also thinking of all those whose lives have been affected by cancer for everyone facing this disease in whatever form please do not lose faith or hope you are not alone you